欢迎收听国考驿站 大家好 我是站长柳静 我们这个礼拜要来讲 为何 为什么国考会越考越烂 越考越退步呢 因为最近PTT的那个国考版啊 就是有一篇文章有个原po在问这个东西 他说他国考越考越退步 在问为什么 但是因为现在PTT的算命蛮多的 再加上我觉得国考版这个 这个网路平台啊 其实有点自扫门前学啊 因为我能干掉一个就是一个 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不太会跟你讲真话啦 我觉得非常可惜啊 如果说这个原po你有听到我的节目的话 你可以试着去听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原因 然后针对这些原因来做一些改进 我相信你的分数一定会大要劲 好 到底为什么会越考越退步呢 来看第一点 不对的书 因为所谓不对的书就是我有讲过嘛 你在国考的第一步就是要买书 选书挑书 这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只要买了不好的书 不是那些keybook的话啊 你写了这些书的内容 你国家考试你写了这些国考的那个书的内容 不好书的内容啊 其实你的分数就会很低 大概只拿到几分吧 三分之一左右的分数啊 你如果媒体都拿到三分之一的分数啊 其实根本没办法上榜 因为要上榜的话你大概总平均要至少65分啊 再来就是你买了不对的书啊 写了这些不对的答案啊 就是那个考选部的改考卷的那个月卷委员 他心里就会OS说 可恶啊 这个考生 你不会做人 我就用分数来教你怎样做人 对我在这边所谓的做人就是 大家应该都有出社会工作过嘛 不管是打工还是怎样的 还是在外面就做个社储啊 大家应该知道做人比做事重要嘛 其实啊 国考也是 你要买到这些keybook 所谓的keybook就是 不管是考选部出题命题老师或是月卷老师 他们自己所出的书 或是属于他们那个学派 那个学法 属于他们自己写的那个学派自己的书 这才是keybook 你写了这些东西 分数才会高 那相对的 相反的 你如果买了一些题库书啊 那题库书就是 哦 非常的赞啊 里面还有帮你画重点啊 粗体字啊 红字啊 然后还有画一些 可爱又扬眼的叉叉图啊 有没有 虽然是这样 很好念嘛 啊 重点都帮你画出来了 你只要念重点的部分 可是我跟你保证 你分数绝对不会高 因为考选部 他一直在那边 尾后兰啊 就是说啊 我们是考国家的考选单位啊 要替国家选出 最优秀的文官人才啊 有没有 考财选财 尾后兰啊 但是 考选部不会跟你讲的是 你要买到keybook 你要写出 引用keybook的东西 分数才会高啊 这就是我讲的 你要会做人啊 其实不只是你在国考的时候 你在准备国家考试 当国考生的时候 要会做人 其实在当公务人员之后啊 更要会做人啊 好 来看第二点呢 就是为什么越考越退部 第二点就是不做考题了 你只是一味的一味的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都报 可是呢 你永远都不听我的话 不做考古题 为什么不做考古题呢 其实啊 你要有非常非常大的勇气 去面对自己不够不足的地方 你才会进步 你才会上榜 所以你一定一定要做考古题 我知道大家刚开始做考古题 非常的痛苦 但是没关系 你一天做个一题也没关系 就慢慢来 考古题是会越做越快的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考点啊 考点考过的东西会一考再考 所以你做考古题的速度会越 越做越快 你不要太care 反正刚开始就慢慢来 你觉得很难的时候就把脚步放慢 我讲个 这有点虚无缥缈 我讲个例子好 就像是你减肥这档事 你要减肥 你就要每天每天不断的 早上一起来拉完屎之后 或尿 撒个尿之后 你要去量自己的体重跟体脂肪 你要做个记录 你要知道自己现在的体重是多少 可是我知道有些人是不敢面对自己的体重 但是一直在想 我要减肥 我要减肥 我少吃一点 我每天坐个空中脚踏车 我坐个50下 这样就在那边幻想自己会 Slim Body之类的 不要幻想了 其实 真实的数据才是一切 你在那边幻想说 我自己的线条变多好看 那只是幻想跟错觉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准备国考也是一样 你直接拿考古题来检视 考古题至少做个五次十次 你才有上榜的可能 来看第三点 规划不足了 所谓的规划不足就是 你欧陪他 你没有做一个系统性的读书计划 你一下子念这个 一下子念这个 想到什么就去念 想当然而你国考的分数 就会越来越退步了 好 第四点 第四点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你没有检讨了 所谓的没有检讨就是 每次我们在国家考试考完之后 他不是都会那个邮差 来说某某某 柳静 你也成绩单来啊 对吧 然后你这时候拿到成绩单之后 落榜了真的没有关系 你不要在意自己 是不是落榜了 落榜了就赶快赶快赶快 拿起你的成绩单 成绩单有没有 他每一颗都会跟你讲 你每一颗的分数 A颗目几分 B颗目几分 而且他会主题给你分数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利多 所以你现在 你就听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东西 这东西非常重要 请大家 把耳使挖干净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三分之二的分数原则 这东西其实我之前就一直跟大家强调了 但是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三分之二分数原则 你只要一提升论题 你拿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分数 我跟你讲 这个考点 他这个考的观念 你就怕死了 代表你OK了 但是一旦你拿不到三分之二的分数 我拜托拜托 诚挚地拜托大家 把这个还没有拿到三分之二分数的题目 他所考的这个观念 他在教科书的哪个篇章 你把这个篇章 整个整个透彻的系统性的 整个念完 背完 把他读懂 弄熟 并且背下来 因为相同的考点会一考再考 就比如说 这次蒂特 他考了阿公是谁 他可能下次就会 明年的高考 他就问你说 阿公的女朋友是谁 或是下次考的是 阿嬷是谁之类的 反正相同的考点会一考再考 你没有拿到三分之二的分数 代表你对于这个观念 你写的答案不是出题老师 不是阅卷老师想要看到的东西 代表你要整个去透彻的了解 看看去检视 看看说 我是不是买错了教科书 我是不是写到题库书的答案了 又或者是我是不是背的不够熟 又或者是我这个考点 我没有整个通透性的 去做个通盘性的了解 好 最后一点就是 你的偏啊 鼻子太硬了 其实鼻子太硬的人 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我不希望我的听众 里面有考生这样的人 因为所谓鼻子太硬 就是不虚心 不虚心向那些上榜的前人请教 他会觉得 你考到 没什么你可能只是主上有积德 你上辈子可能救了谁之类的 你才会考上啦 因为或者是你的字比较漂亮 你才上榜啦 好啦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反正我自己念也可以 所谓的鼻子太硬也有可能就是策略不对 也不想改 就想说 柳静 这个工厂女工 这个地方妈妈 她都可以考到啊 我那一天应该也可以 应该也可以考上国家考试 我总举的这个例子有点露 好 不管啦 反正 我希望大家你在还没考上之前 你就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 虚心的向那些考上的人请教 你不知道向谁请教你身边没有考上的人也没关系 网路上有很多非常多的新德文 不管是什么PTT国考版啊 还是什么D咖之类的 还是部落格啊 你就是去拜读他们的东西 而且我建议大家不要新德文一次只念一个人 没有 你至少要念三个到五个 然后念完之后你还有不懂 我可以建议大家 你就私下写信 有没有 写一个文情并茂性 跟他说你好 我是地方妈妈 很想考国考 跟你考一个同类课 我知道您上榜了 我现在是用什么什么策略 想跟你学习 但是分数每次都差一点点 请问我的问题在哪里 怎样怎样 可否约你出来喝个咖啡 了解一下考试的心法 有没有 我相信他是非常愿意的跟你情郎相受了 因为说穿了啊 我讲的比较白的 希望大家国考生听众 听了不要 不要波林心碎地 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跟我自己的想法 其实通常已经考上的人 也就是准公务员 他不会想再 回到过去国考生 那个畜生的那种日子 所以他一旦考上了 跟过去相关的书 笔记 他可以卖掉就卖掉 可以送人送人 他不会再想要回忆这段日子 所以我将来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请教的话 你最好去请教那种 已经就是刚考上 俯考上 的人 因为他有可能他手边的书还没 还没清除 你可以跟他买啊 或是跟他请教 他会送你之类的 反正 因为他已经考上的人 如果他没有在 要再继续考的打算 他跟你没有任何的厉害关系 所以你跟他请教 他是可以跟你讲的 顺便他还会跟你涂个苦水 说啊 我那时候在考试的时候 被前男友抛弃啊 他有小三之类的 好 然后我这一集就是跟大家讲 为什么国考越考越退步啊 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自己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有以上我讲的几点 然后去做个改进 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QA QA 这礼拜只有一位 好 叫 你没有留你的名字 你叫Ujin Y U J H E N 好 柳京你好 很喜欢你的节目 受益良多 非常认同 买书念书 请做考古题的概念 PS 你声音好好听 语调很有趣 其实我有点台湾古语 想请问选书部分 两部分 分别是行政学跟法序 都是选择题 网路上爬了很久的文 找到以下资讯 但不知道是哪本的 QQ 想请你开始 谢谢你 还是说我都没有选到呢 插底 行政学 张 论书 无定空大 林中 西 无穷恩 法学序论 正欲 菠菜 佩芬 王继 宣 前世杰 好 您在频道上多次提到要选教科书 非补习班 出书 最好选到初题老师写的书 然后把它当作字典 请做考古题 听了 真是热血沸腾 好 呃 那个 我 我教你 佑珍好了 佑珍那个 你 首先我跟你讲一个 一个东西 就是选书原则 因为你 其实你蛮认真 你 哼哩巴拉跟我写 写那个 行政学跟法序一堆书 我每一个连结 我都有点进去看 其实都是教科书 很棒 很赞 但是 因为毕竟我没有要考试 我也没办法帮你挑书 但是我跟你讲几个选书的原则 嗯 你就从你这些书单上面去挑 来 选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上榜人书单的交集 你就看你现在 我猜你应该是要考一般行政吧 不知道是普考还是高考 你就去看你那个考试的新德文啊 那些上榜人的新德文 如果他们的书单是有交集的 就比如说啊 行政学 是那个张论书 每个 每个那个上榜的人都有提到张论书的书 那个行政学 那你 我跟你讲 你就买这本书了 好 第二个原则 跳书的原则就是 版本数高原则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 呃 行政学的书 某本书 他已经出到了第25版了 但是你刚 呃 他还有另外一本书 是出到第三个版本 那我跟你讲 你就买第25版的那一本 呃 为什么呢 呃 因为他越多资讯更新的东西 他版本数也越多 而且这一本书 就最有可能是 那个初题老师跟乐卷老师 他们拿来 呃 那个国考的参考用书了 所以 我希望你就是以 我刚刚讲的两个原则 就是上榜人书单的交集啊 你看 你就看到那些上榜新 心得的那个书单交集 还有版本数高的原则 至于你跟我说那个 呃 最后一段你说 呃 我提到要选教科书 不是补习班出书啊 最好是选到初题老师写的书 就是我刚 主题有跟大家讲了 呃 国考老师 他会觉得你不会做人 我就用分数来教你怎么做人啊 这个 其实 很现实的啊 我跟大家说 白了 国考 我觉得国家考试这个领域 其实 它其实就是一个上下产业链啊 对啊 但是 你没有证据 但是 我所 以前所经历的 我所看到的 以及我 也有实验性的拿 补习班 出版的 书的内容去写 跟实际上拿教科书的 呃 内容去写 我两相对照之下 哦 我就知道 原来这个才是 老师真的要的 然后也发现说 哎 bullshit 怎么 某个 大学 某个教授 他每次他的那个 那个什么 专书啊 期刊啊 他的东西 怎么都拿来考试啊 真的是 很生气啊 但是 我跟他讲 嗯 你就把自己当作是一些 一只很小的浮游 还是蚂蚁之类的 你就乱世中的浮游嘛 不要去想太多 你改变不了别人 你就改变自己吧 改变自己的心态比较快 对吧 因为 嗯 不管什么行业都是这样 上下产业一条龙 而且我之前有跟大家讲 君子取财什么的 对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好 那个佑珍 希望你可以 多多加油啊 你现在挑书 接下来就是 呃 买书了嘛 啊 赶快做考古题 好 来 呃 第二件 那个QA 就是 呃 这礼拜只有佑珍写 写来的QA 但是有第二个 一个 第二个东西是想跟大家讲 因为刚好那个 我们脸书的粉丝团 有人私讯给我 他就是问我 有没有 国考驿站 有没有贩卖任何的商品 或提供任何服务 我在这边想跟大家讲 就是 我目前还没有 卖任何的产品跟服务啦 对啊 而且我这个节目是公益 公益性质 就是不跟大家收任何钱啊 因为我知道国考生的经济 其实非常吃惊 然后我过去准备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穷的啊 非常穷 穷到连 补习的钱都没有啊 连那个什么 考试的报名费啊 每次一千多块的那个报名费啊 我都是 那个 非常的 怎么讲 经济非常的紧啊 对啊 每次报名费啊 一千多块 让那个 弄出去啊 汇出去啊 我就觉得 哦 好心痛哦 嗯 我这个节目是公益性质啊 反正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就是定期收听啊 因为地方妈妈 我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那种 想要赚很多钱 我只是希望能够用自己 呃 小小的力量来改变 呃 现在国考生的那种 我们台湾国考的环境啊 因为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还蛮 脏的 呵呵 对啊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听了我的话 然后 用了我提供的方法 无偿性的啊 我不跟大家收钱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 用最省钱的方式考上 再也就是想跟大家讲 那个 希望大家有狼性啊 不是 所谓狼性 不是狼人 那种 啊 不是哦 不是这个东西 因为我最近很迷很迷 那个马云啊 因为 我只要是那种 有才能的人啊 我都会很佩服 然后去念他的传记啊 像之前 呃 几个月前 我是很喜欢吴宝春 现在我是在迷马云 然后就是 看了一些马云的传记啊 然后网路上YouTube 听了马云的那演讲啊 中英文演讲都有 而且 马云他 那我英文其实 没有说很好 但是马云的英文演讲有没有 我竟然轻听的懂耶 对吧 我觉得非常神奇 好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展现出你的狼性啊 所谓狼性就是你的野心啊 就提到了像对岸啊 对岸他们外交公式 就是马云雄兵啊 他们什么都没有 就人最多 所以你要在人这么多的国家 你要展露自己的头角啊 你就是要展露出自己的狼性跟野心来 我的听众里面也有这样的人 不多 可是他们有写信或是私讯跟我说 他就是不经意听了我的节目 觉得很受用 结果他在一两天之内 他把第一集到最新的一集 全部都听完了 我听到他这样的回馈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动啊 对啊 就是展现出他的决心了 因为我这个节目 我是平常啊 我利用平常买菜 煮菜 然后带小孩 骂小孩 打小孩之余啊 我就是在想说 我到底 就是尽量挤出自己空闲的时间 然后在那边想构思自己的节目 我到底要怎样跟大家表达 然后用在最短的时间 跟用最少的钱 如何考上国考 所以就是有一搭没一搭 刚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做 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多久 但是发现 说天律其实还蛮稳定的成长 这是好事啊 对 好 不管怎样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展现出野心出来 因为我 我节目刚开始做的时候 音质真的很差 因为我说过我是三系百次 我拿着一支录音笔 在那边欧白说 我会好咱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然后还写逐字稿 录下来 我就觉得我肩颈好痛喔 那快五十肩了 天天去按摩 按到那个 我按摩师都说 你这铁背 可是 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做一点 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喔 我这样讲感觉好像非常gay掰喔 没有啦 只是 觉得每次去书店看到那些 在那个国考书 那个书堆中那些 游移的弟弟妹妹们 觉得很感慨喔 所以想做一点事情啦 我希望大家展现出狼性啊 然后像刚刚我讲 我最近在米马云这个东西啊 我是把他YouTube上面的每一个演讲的节目 我都把他听完了 而且他那个演讲是在大学的演讲 那种侧录 大家知道那个侧录的音质不是很好 可是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重视的是马云讲的内容 他如何展现他的狼性 他小时候是怎么学英文的 他小时候就是对英文很有兴趣嘛 他去当那个免费的tool guide 为了跟老外有那种 有那种 就是用英文跟老外聊天 然后他提供免费的那种导游的资讯嘛 那我觉得这非常棒啊 所以我不在乎这个音质 大家如果也不在乎音质的话 拜托大家可以的话 把我节目所有的从第一集到现在听完 然后有疑问的话 自己在考试上面有疑问的话 也欢迎就是在那个Apple Podcast 或写信来给我们 好 来看第三部分呢 就是murmur 这礼拜的murmur 想跟大家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讲牙医 牙医的进化 就是 因为我最近带小孩子去看牙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 学校检查牙齿 学校检查牙齿 就说你的小朋友三颗蛀牙 我就是觉得 奇怪了 我不是上礼拜才带他去洗牙 去检查牙齿 为什么三颗蛀牙 而且不是第一次这样的 去年也有发生一样的状况 当然我带去的那个牙医 跟学校检查牙医是不一样的医生 所以我就觉得 这跟我们小时候遇到牙医 好像不是 不是那种 状况不太一样 小时候牙医是你洗牙 他会顺便帮你看住牙 顺便帮你补 而且一次不只帮你补一颗 如果那个牙医非常nice的话 他帮你把 整个嘴巴 里面的牙齿 只要有蛀牙弄两三颗 他都一起帮你补了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可能是因为 一些法规制度的问题 一次只能补一颗 反正现在牙医 这个我不想讲坏话 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医生 我知道我脑袋不好 我没办法当医生 但是现在的这种健保制度 我真的觉得不得敢沟通 对啊 就是你明明已经带了小朋友 去洗牙了 洗牙最主要的目的 不就是检查 他顺便检查 他有没有蛀牙 为什么我已经带小孩子 连续两个礼拜都带去洗牙了 去看他有没有蛀牙 可是你跟我说 都没有问题 三个月后再预约 可是学校检查 却有三颗蛀牙呢 这是我觉得蛮疑问的地方 我觉得对于 我们台湾的那个牙医的那个制度 我觉得不是很沟通 你不要只为了赚钱好吗 钱钱钱 只做植牙跟美白 只做那种自费项目 你该做的基本的都不做 牙医的存在 就是帮我们检查蛀牙的地方 并且把他补起来 补好 不是把他跟我们说 明明看到蛀牙了 还跟我们睁眼说下话说 没问题 然后你就一直把他 等到他那牙齿放到烂了 要做根管了 你开始说 我这边有那个全尺的什么牙套 一科要两万 拜托这种黑心钱不要赚 我其实很尊敬 很尊重医生这个职业 但你拜托你 你如果也尊重自己的职业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也提 提供相对的服务 好 文化就讲在这边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iHerb这个东西了 其实啊 我一直以来都是iHerb的那个 大家也不知道 有没有买过iHerb I-H-E-R-B 它就是一个 美国加收了一个 那个卖保健品的厂商 你在网络上买 然后它大概是一个礼拜以内 就是by air 用空运的寄来台湾给你 然后它的保健品 非常的便宜 它不只卖保健品 因为我不只会买它的保健食品 我发现它的精油 而且是美国的 知名品牌的精油 或是什么保养品 都非常非常便宜 牙膏什么牙线 有没有的 我都会买 可是 最近啊 我也买了一批货 然后被卡在海关 一直清关 一直清关 然后我去查系统 他就说那个是什么 Yamato的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黑猫的货运 怎样怎样的 什么提供文件不符 没有符合报关程序的文件 我觉得其实非常神奇 这个背后其实很黑 我也不想讲得太明 怕被1450攻击 反正就是它暂停 所以后来iHub 就暂停对台湾的服务了 因为我们台湾的海关 就是希望它能够 逐项的提出那个 那个报关的单子 可是我想讲的是 地方妈妈 我是个地方妈妈 我是个全职妈妈 我生活中最小的确信 就是在生活中 买这些便宜的东西 尤其是便宜的保健品 因为帮家人 维持健康 顾及健康 是我这个做妈妈的责任 所以我希望能够买 有品质 世界品牌 能够有什么 美国的什么 什么认证 美国卫福部的什么认证之类 或是有机认证 然后用最便宜的钱去买 这是我生活中最小的确信 可是现在一旦剥夺了 我这个小确信的话 嗯 好啦 我也不能做出什么 我只是觉得 对于台湾 有些政策 我真的不能沟通 所以 我最近跟我先生讲这件事情 他说 你要不要考虑移民 我说 我能移民到哪里 我们什么都不是 好啦 反正 就是还我iherb 我真的好想 好想继续可以买他们的东西 因为台湾的保健品好贵 而且都不纯 好 来 第三件事情 就是想跟大家讲 公家机关的东西 公家机关的研习 研讨会跟工作方 这些东西啊 尤其是研讨会 我们比较常见 也就是研讨会 他不是都会在 那个 政府机关的官网 最新消息 都会po那个 研讨会的讯息吗 好 我跟 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讲 第一个层面就是 for考生 对于国考生来说 只要你 跟自己考试相关的 那个 政府机关 主管机关 他有办相关的 研讨会的 的话 可以的话 你都去参加 对 有参加 一定有帮助 因为研讨会上面 讲的东西 讨论的东西 有很大的机会 国家考试 都会考出来 因为这个是当今政府 国家政策 他们要改变的一个趋势跟方向 所以这是一种新的形态 新的趋势 那在国家考试里面 初题老师也会把它列入考虑 因为初题老师跟这些政府机关 交情都很好 他们都是所谓的专家委员 专家委员都是同一批人 政府机关采购的专家委员 或是什么公厅会 研讨会 请来演讲的那些学者 我跟大家讲 跟考选部命题的老师 改考卷的老师 大部分都是同一批人 好 反正不管怎样 就是公家机关 有开研讨会的话 跟考生相关的东西 他开的那个研讨会 跟你考试的东西是有关的 你可以参加都是参加 而且去参加不用钱 大部分不用钱 而且还有那个 免费的茶点可以吃 如果过中午 还有免费的便当可以吃 80块的便当 好 那对于公务员来说 这些研习研讨会跟工作方 其实他就是牵扯到了 有一个东西 叫做公务员的终身学习时数 这好像是 不知道是全序不好 还是人事行政总处的一种 鬼鸟毛的东西 他就是规定你公务员每年 都要多少学习时数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实在是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比较超的单位 他根本不会派员 不会让你去参加任何的研讨会 他会跟你说 你就回家自己上网 用你下班后的时间 自己上网 自己上网 然后在那边点课程 点时数 算时数 所以你下班后 你还要用自己的时间 去那个赚那个终身学习时数 我觉得这东西 就是很劳民伤财 没必要存在 不知道是哪个脑残的人 想出来的东西 然后这种研习研讨会跟工作方 他通常都会 因为我刚刚有讲过 他会 因为有一些预算 你在合理的预算以内 他通常都会提供 让你喝到饱的三合一 博览咖啡之类的 然后中午有80块的便当 因为主计 他只愿意让你吃80块的便当 我不知道现在80块便当菜色怎样 在我以前当公务员的时候 80块便当菜色是还不错 双煮菜 但是现在通膨了 应该菜色会说水之类的 通常如果还有预算比较高的话 他会提供下午茶 就是叫一些那种面包店 一盘一盘的那种小蛋糕 或是什么椰子塔 或是红茶咖啡之类的 还有水果塔 什么水果 都还不错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参加 就参加 公务员就是 能不能参加是看你科长 有没有把你派员 研讨会他还有一种性质 就是他最主要的 的那一个功用就是说 消化这个机关的那个 公务预算或是基金预算 通常 通常研讨会是被排在公务预算里面 对啊就是消化预算的一种活动 好 呃 这边如果国考生啊 你们未来考上的话 你参加这种研习研讨会的工作方 通常都是科长叫你去的啊 通常叫你去就是老人通常不会想去啊 啊你去的话啊 其实那是一个偷懒休息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啊 但是啊我想跟大家讲啊 我其实粮的单位我有带过 超的单位我有带过 粮的单位都是科长会叫你去嘛 因为菜鸟 那个老鸟不想去 因为你去的话 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啊 因为loading 老鸟loading比较重嘛 所以他们不会想去 都是叫菜鸟去啊 啊超的单位呢 他是一点都不希望你去 不管你是老鸟还是菜鸟 因为我刚刚有说过 超的单位他不希望你去 因为这是一种休息的娱乐的活动啊 因为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不管他睡觉啊 还是拼命滑手机上网啊 带个笔电去那边 看一整门追剧啊 其实都没人管你啊 你就做教室的追调角落 那个讲者不会对你怎样 因为对于那个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来说 他们在乎的 就是你有没有签名 签到跟签退 然后消化预算 就这样 然后还有算一下来参加的人数 因为参加的人数是他们 这个消化预算的那个一个绩效指标嘛 因为什么都讲KPI KPI也是个屁啊 好啦我想的太直接 好我们这一集就先讲到这样 我们下礼拜见咯 Bye